2022年第二学期南方大学学院开学典礼 今日在智亚大礼堂举行 典礼上也办发了奖学金与本校优秀学生 您的研究童谣 其实我小孩 我喜欢制造和设计 我喜欢制作 所以我只是想要制作的 所以我选择这个研究设计 所以我看到南部学院有这些机会 所以我只是加入大学 我拿到了75%的奖学金 我觉得南院的奖学金很好 很开心 很期待接下来在学院里面的生活 还有那些社团活动 老师朋友 随着董事长拿督陈明晨 吹棒名罗 象征着新学期正式开始 欢迎各位新生加入南方大家庭 同时准备已久的职业与辅导中心 也在今天正式启用 职业与辅导中心日后将作为 举办各种就业讲座与工作坊的中心 提供实习与就业资讯的用途 南方电视台 萧凯天采访报导